好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次分享 今天我会讲一下 在E16S Mesh中 如果采用Arock Mesh 去做非约级流量的管理 以及我们来自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TestIO的德华宾 我是来自Boss直屏的钱士林 先我会给大家讲一下Arock Mesh的 新历史和它的架构 后面的话 视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在Boss直屏里面 是用Arock Mesh做Double 用自己的一些实践 我们开始吧 这是它一个简单的历史 我们是在2020年 CF的时候开源的 当时开源的一个契机是 因为当时 我在的公司我们有客户 他们希望采用SenseMesh E16去做服务自体 但是他们又使用Double服务 当时我就尝试往社区提了一个PR 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支持一下Double 因为其实我们在N1里面 它是有一个Double的filter的 当时那个Horward就给我答复说 社区还是希望关注在ATB协议上 因为本身Astil已经够复杂了 它也可以看到这么多模式很复杂 然后如果我们再去做其他协议的话 它的复杂度是不太好掌控的 所以说它就希望说 这个东西可能不好混去 然后基于这个 因为社区活不了 然后我们自己有这个需求 所以说当时就 自己考虑做了AeroKit的那个开源项目 然后去做N1原生的Double和Slave协议的一个支持 这是它的一个起源 为什么做这个事 然后到21.8月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些新的需求 一个是本身在社区里面 Double和Slave协议他们的filter 他们本身他们两个filter的 配置的一些是不太一致的 然后他们的能力也不是不对齐的 然后比如它不支持 当时不支持RDS 一些metrics和推生的能力也比较欠缺 所以当时对比HTB的话就很弱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公司当时内部 我当时所在的公司内部 我们有一些其他协议 私有协议 因为这大一个大公司 大公司难免自己造轮子 但造轮子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合理的 有的是不合理的 我们先不说原因 但是轮子都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有TRPC 我们有一些游戏的私有协议 有些视频的私有协议 那些协议的话也希望 承卖协议管理能怎么做 就这是两个问题 考虑两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对RK的基础上去做了一个数据面 那个数据面也是GNWOID的 他做了一个叫做meta protocol代理 就是原协议带的这么一个filter 然后在filter上去做了私有协议和其他协议的支持 然后后面我们会讲他的一些能力 当时是做了其身路由 比如说本地全球线流 还有些微量金箱的流量管理能力 当时做这个事情 然后在2.6月的时候 我们加入了CNSAFE的Sightbox 然后在23年2月份发布了1.2.2版本 实现了服务级别的吹声 Logon Matrix 这个时候能力基本上就跟 Astil 皇位对ATV的能力 基本上是对齐了 基本上对齐了 然后在23年 6月份发布了1.3年 这个时候我们有社学同学 就提了PR去支持了 在Gateway上去支持一些协议 制定义的协议 因为他们有这个需求 同时支持了1.16的版本 然后在Bioford发布1.4年 支持了1.18 这是它的一个大则的一个历程 然后这是当时做Metaproclone 代理的一个思路 因为我们所谓的气氛协议 特别是类似RPC的那种乒乓型的协议 或者顺利的一些协议 它都是类似的 就是根据Header 根据Header去做一些 做一些流量的字体 包括路由啊 包括它的一些 线流啊等等的操作 它都是Header里面的一些字段 包括你的 ATP的Post HOST的Post SPR的一些 尾头Authority等等 比如说那个Double里面的 ServiceName ServiceMessorName等等 都是类似的 都是气氛头里面的一些 一些元素具 我要做一些 匹配 判断 然后做一些流量的处理 所以说基于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把那个逻辑抽象出来 我们没必要为每个协议都去单独去写一个不同的Felter 我们可以有一个 这是在MV里面的一个Felter Changes 大家可能对MV熟悉的话 就会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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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son 就是下游 KV到过来之后 进入到一个Dissener 然后进入 4层的Felter的处理 其中我们的 MetaProtocol Proxy 它是一个4层的Felter 它的能力是跟那个 HCM ATP 它是对等的 然后它里面它实现了 一些公共的一些能力 包括我们的路由能力 对吧 路由能力 然后它的一些 可见性能能力 包括Trisen Logan Metrics等等 这些能力 还有先流啊 还有宗室啊 等等的能力 好 这些能力 因为它本身 它都是根据 我们说的一个 气氛协议的一头 对吧 做一些流淡的一些处理 或者说 根据气氛协议的头 做一些指标的采集 做一些它的逻辑是类似的 是相同的 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把它做在一起了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的边界码 它是不一致的 就你怎么去把一个 大爆协议 是吧 解析出来 拿到它的一些 头的数据以后 怎么把 SWIFT协议 或者是一个 私有协议的 一些头解析出来 这个 就从踢水平流里面 去取出一个 七层的数据包 进行的请求 这个地方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把边界码这块 做这个接口拿出来 然后你可以实验边界码 实验完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 使用我们这个能力了 这是这样的 然后边界码的话 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数十种协议 如果是一种不是很复杂的协议的话 边界码可能一百多行 或两百行 这些加加代码 然后一周之内可以搞定 从编码到测试 到一个密集中 去使用的这么一个流程 一周之内可以完成 基本上它的一个简单的原理 就是我们里面有两个处理结构 一个叫做MetaData 我们叫做MetaData 就是你在请求 踢水平流进来之后 把请求取出来 你的自立那个解码器 你解出来之后 你可以解除任意的 一些K-Value的支换 解出来之后 你存到一个MetaData里面 我们会给一个数据乘进去之后 后面我们所有的七层的处理 都可以把那个K-Value的 那个直串拿出来之后 做一些匹配 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你可以用路由的匹配 你可以用线流的匹配 对吧 然后你可以做其他的判断逻辑 这个是个例子 比如说我可以判断 如果是Uter是Test的话 对吧 我就做后面的一个 可能流量的一个拆分 这样子 然后MetaData的话 它是说你的七层的处理逻辑 你可以往MetaData那个数据里面 你填充一个数据 这样的话你可以修改你的头 对不对 你可以把你的头的纸改掉 我们Test就是这么实现的 最后你在编码的时候 再把它编带型的结构拿进来 编码编进去 然后再发现我的 Upset真正的最终的目的地 这是它基本的这个逻辑 刚才讲的是数据面 数据面实现之后 那么我们在那个代理层面 已经可以去做一些 ATP协议的所有的流量的处理了 所以说我们还 另外我们需要一个控制面 控制面的话 就是还是在AreaCase上面 我们最开始开始在AreaCase上面 去做了一些 做一些工作对吧 让它可以支持 MetaProtocol那种协议 它的逻辑也比较简单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首先从Astool里面 拿到我们当前这个Match里面 所谓的Service服务 对吧 当那个Service可能 对于Astool来说 它认为你是一个TTP的服务 你振作TTP的流量治理 那当我们AreaCase里面 拿到TTP的服务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后续的判断 判断说 跟Astool类似的 比如说你是MetaProtocol 那么一个前缀的话 我们认为的是 我们可以识别了 MetaProtocol的协议 最后面是一个协议的 具体是哪个协议 拿到之后 我们就会把配置下给数据面 因为数据面都可以拿到 这个协议名之后 拿到它的对应的编辑码器 去做编辑码 这样子的 拿到之后 控制面AreaCase会 生成一个MoyFilter 这个配置 给我们下发给Estool Estool会 它下发给那个Moy的 这个TTPFilter 打一个补丁 把TTPFilter 转换成我们的 MetaProtocol Proxy 这个配置 这样的话 Estool下发的 LDS里面 它对应的 TTPFilter 配置变成了 我们的MetaProtocol代理 当然CDS EBS是不变的 这个能力 我们还采用Estool的 所以说它实际上 它是跟Estool是配合工作的 它并没有去替代Estool 而是对Estool做了一个增强 增强 所有的能力 它有的能力 我们都使用Estool的 它没有的能力 我们再使用Estool MetaProtocol代理去补其他 这么一个设计的思路 然后最后 我们拿到这个配置之后 它里面有一个配置 就是它的RDS的 路由的服务器 它会指向什么 指向LK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 ATV的那个路由 它跟Estool协议 它是比较强相关的 我们当时 就没有去采用Estool的那个路由 用Estool的 Virtual Service 表示 表示Estool协议 不太要表示 不太要表示 不那么灵活 比如说 比如说它对那host 我们怎么印象 带到我们室友写上去 对吧 这个东西就不保险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去单独去做了一个 叫做MetaRooter的这个 这个CRD去表示我们的路由 后面 视频应该会给大家讲的 给大家的例子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Estool协议指向到 LK之后 LK就会把它对应的路由 去下发给Estool协议 Estool协议最后 就可以去做什么 做识别 我们的非DPC的流量 然后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目前我们支持的版本 因为我们是跟Estool和NV同样 一起配合工作的 对吧 所以我们支持的版本 是跟Estool是有个对应关系的 我们目前社区支持的是 Estool的双手版本 因为大家知道Estool本身的版本 叠得比较快 我们社区也不可能去跟踪每一个版本 现在就是按双手版本这么去叠代 基本上也满足带来的需求 目前支持的协议的话 没有去系数 大概有十多种 开源的话就有 Double,Sluft,还有BRPC 然后私有协议的话 可能也还有将近七八种吧 七八种吧 项目案例 在22年冬奥会直播的时候 我们有央视频转件 它后转是采用我们的方案 私有协议 然后天讯音乐 然后会有待会儿 士林给大家分享的 BOSS执聘的一些案例 还有明确云的一些 更多案例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官网 好,下面请士林跟我们分享 RKMH在Double这里的一些实践 大家下午好 我是秦世林 然后来自于BOSS执聘 然后在分享这个 RKMH在BOSS执聘的落地之前 先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国内吧 主要是业务架构的一个眼镜 主要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单体架构 集群架构 面向服务架构 以及微服务架构 单体架构不用多说 因为它比较简单 它主要的优点是 交付效率比较高 然后用人的成本 以及硬件资源的成本 花费比较低 然后它的劣势也很明显 因为所有的业务模块 都在一个进程里面 所以你的业务进程 就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就你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 这个业务它运行得很流畅 一旦出事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对你整个公司的业务 就是雪崩嘛 然后后面发展到 是集群架构 集群架构 它的那个架构原理 比较清晰 但是它的劣势也非常明显 可以看到这个图中 它的那个业务的偶合 以及它的那个 跟DB的偶合 就比较严重 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线的点 就是这个架构模式呢 它主要是技术驱动的 它并非业务驱动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业务逻辑 比较复杂的时候 这种架构模式 它不能很好地满足 我们的业务场景 那改造办法就是 我们后面的一个面向服务架构 提出的就是那个 以业务为中心 然后不同的业务功能 然后进行垂直化的拆分嘛 这是后来的那个面向服务架构 面向服务架构 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最开始的面向服务架构 就是它有一个企业的一个服务总线 然后也就是说所有的服务都会 所有的业务程序都会连接到 这个ESB企业服务总线中 然后去做服务的注册 发现以及做协议的转化 就比如说我用户服务 跟我的那个商品服务 他们要是用不同协议的话 那我们都得注册到这个ESB 企业服务总线中 然后对他们俩不同的那个协议 然后进行转化 然后能识别他俩的 就是这个ESB这个服务总线 这很明显 它就是中心化的 然后它是中心化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然后业界呢 没有好的一些开源的产品 然后它的那个技术 被少数的一些那个核心的大厂绑架 所以后面就诞生了 我们这个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实际上是一种 现代化的面向服务架构 它有几个关键点嘛 关键维度 首先它以开源作为基座 就是它一定是开源的 然后它提供了独立开发部署 以及运维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力 它提供了这样一些能力的服务开发框架 然后并且它提供了自己的那个 它可能会提供自己的那个私有的RPC协议 或者说用一些开源的一些私有的协议 以及它能够实现服务治理 它然后将这些所有的东西串联起来 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生态体系 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架构方式 叫做微服务化的一个架构 然后微服务化架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跟前面那个面向服务架构比起来 它只需要 它不需要所有APP 所有的业务全部接到那个 刚刚说的那个服务总线里边 它只需要你入口服务 就是你入口服务跟你的网关 然后它的协议做一些绑定 就你的网关它能够识别 它能够兼容你入口服务的协议 以至于你A调B 你后面的后续的那些服务怎么调用 用什么协议 其实在微服务架构领域 它其实不关心 OK 这个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现在BOSS直聘的 它的一个微服务架构的 这么一个势力吧 然后我从请求的一个流转 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从客户端发起请求 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七层的网关 主要是那个HTTP协议的那个转发代理 然后再到我们 自研的一个私有协议的 Double的一个网关 主要目的是为了把那个HTTP转成那个 把那个HTTP转成Double协议 让那个后端的服务能够通信 能够识别嘛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API网 业务测的那个API网关 然后请求在流向 通过这个私有化的API网关 然后经过负载均衡 然后到那个服务的那个入口层的那个服务 然后入口层的服务 它要调后续的服务 它需要先经过那个注册中心里面的那个服务发现 然后去找到后端要调的那个服务的具体的IP端口 然后再发起调用 然后最后它会请求中途 它中间会请求一些那个数据库 一些存储 然后它是这么一个请求流程 然后那个ArakaMesh 它就在东西向流量的处理这一侧 然后主要是帮我们解决了那个流量治理 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些问题 OK 这是那个Boss直评 微服务架构的这么一个架构图 我们来看到那个Double Double这块 Double本身是那个 开始是阿里开源 然后捐献给那个Apaq社区 Double框架 Double框架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面向微服务架构 开发的这么一个开发框架吧 因为它包含了刚刚说的那些以上的所有的特点 第一它是开源的 然后第二点 它是那个面向那个服务治理的 然后还可以看到它兼容了很多的一些 那个主流的一些变成语言吧 Double框架也实现了自己的那个 所有化的一个协议嘛 就是Double协议 然后这是Double协议的一个那个字节嘛 然后左边的这个是字节 然后右边的这个表头是那个位 就是Double协议其实跟其他的那个应用程的协议也大致类似吧 就是0到15 0到15位它是那个标识Double协议的版本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2.9.6对吧 或者三点几点几 然后是那个 请求的响应 是请求还是响应 然后用1就表示是那个请求 然后0表示的是响应 然后是是否需要那个响应的返回嘛 然后请求事件 然后以及训练化ID 这个训练化ID就是说我用什么训练化类型 比如说像那个Fast Jason 它这个值就是6 然后就是那个响应的一些状态的指标 状态码那些 然后后边呢就是一些RPC Double RPC的一些那个请求ID 然后一些消息体长度 还有一些消息体里面具体存的什么东西吧 大概Double协议就是这么一个 展开来说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字节码形式 OK 然后Double协议我们现在是 接入到了自研的这么一个注册中心中 然后就我们所有的服务 然后在接入的时候 都会去埋一个SDK的这么 SDK埋一个价包吧 然后这个价包主要就是说 我去注册到我的那个自研的这个名字服务中 注册中心里面去 然后Consumer呢 然后也会通过一个SDK 然后去名字服务上面去进行服务发现 然后Double服务注册到我们的注册中心中 它怎么去被那个Eastor 或者说被那个EricaMesh利用起来呢 然后它就需要我们去让那个注册中心里面的服务被那个Eastor的那个服务发现 然后能够识别 其实我们是用的那种Erica社区推荐的那个创建Service Entry的这样一种支援的一种形式吧 它有两种创建方式 第一种 如果你的IP 你的那个实例 它是在极群 K8S极群外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Service Entry 然后把那个IP端口 以及它的那个服务的标签 然后写到那个Service Entry里面 还有一种方式 如果你的那个服务是在那个K8S 刚刚是不在K8S的极群内 在K8S极群内的话 你可以通过那个K8S的那个Work and Load的Selector标签选择器 然后去直接去根据Nabels 然后去选择你的那些实例 然后我们Boss直聘 然后是怎么基于这个EricaMesh进行服务治理的呢 然后我们现在除了有那个EricaMesh进行容器测的那个服务治理之外 我们还有那个原生的Double的那种治理方式 就通过那个传统的SDK 通过那个Double SPI 然后去扩展的那样一种线流而熔断 像是那种治理方式 我们现在是相当于是在那个服务注册中心里边 然后对这个服务 然后进行了治理的一个分类 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那个通过EricaMesh进行治理 然后第二个类型是那个通过Double原生的 刚刚说的那种SPI的那种SDK的方式去进行治理 还有一种是就是你刚注册上来 我不进行治理 它是一个缺省的一个策略 如果你的那个注册中心的那个SDK 服务发现的那个SDK 它要去进行服务治理 它第一个步骤会去名字服务里面去拉回这个标签 然后也就是调那个名字服务的接口 然后拿到这个标签 然后去发现它是EricaMesh的治理方式 还是Double原生的治理方式 还是不进行治理这样一种方式 如果它是走那个EricaMesh的这种治理方式的话 然后它会去请求就那个SDK 发现服务的那个SDK 它会去请求那个Eastio的那个Service Entry 然后拿到那个Service Entry的那个VIP 然后这样大家知道 这相当于就是拿到那个Service Name 可以把S里面的 然后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去进行请求 因为你用这个IP去进行服务发现 去进行那个请求调用的时候 它就会走那个Eastio的那一套治理的那一套体系 然后如果说你找到的是那个默认的 不做治理的策略 就直接走那个注册中心 如果你是走的那个Double原生的那种治理方式的话 它也是走那个注册中心 然后去拿一个IP回来 然后经过那个SDK去进行治理 它是这么一个方式 这是用那个Eastio的那种 这是用Eastio的那种 Eastio的那种进行服务治理 然后几种治理类型 实际上是Double请求的一个路由 就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就是我想把流量做那个按版本维度 或者按低域维度 按什么维度做那个流量的拆分嘛 比如说我想往V1版本上面去 打20%的流量 往V2版本上面去打80%的流量 然后右边这个配置 就是刚刚话语提到的那个 OrcaMesh里面 然后去没有用那个HTTP 绑定比较深的那个叫 Worture Service那种方式 而我们用的是自己实现的一个CRD 一种资源类型 然后叫Meter Router这样一种形式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种形式 其实它就是在去 它是生成那个NWF filter的这么一个配置 然后它跟那个 比如说你这个流量路由的这种方式 它跟那个Virtual Service 实际上是没有本质太多的一个区别的 就是你能用 你会用那个Virtual Service那种配置 其实用这个是上手是零成本的 然后比如说这里做流量切分 它的那个名字也就是那个Traffic Split 然后我想打到那个V1上面 打20%的流量上去 打V2上面打80%的流量上去 OK 流量镜像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还比较常用的 就是在有一些时候 在有一些时候 我们需要对线上的流量 然后进行那个流量镜像下来之后 然后去进行一些压策 然后进行线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那个 浮现 所以这个流量镜像也是现在 那个EricaMesh也是支持的 然后请求求修改 刚刚华兵也说了 本地线流 本地线流就是我请求到达我本地之后 然后我有一个拎牌桶 然后我进行流量的那个拎牌的那个计算 然后发现它达没达到那个流量的限制 然后一个是全局的线流 就是我从那个 有一个远端的这么一个拎牌桶的一个计数器 然后对相同的这个Service 然后进行请求的统计 然后进行线流 然后要强调一点的是 就是这里有一个那个 用Erica去实现它的那个分布式追踪 然后Chasing 这块因为那个Double框架本身 它支持那个RPC Context的那个Attachment 就是说我可以把那个Header 然后塞到那个DoubleAttachment里面 它就可以一直往下透传 所以在Chasing这块 其他的框架可能不太支持 就是但是对于Double这个框架来说 它是可以完全 就EricaMesh可以完全让它无感知的 就你从那个Outbound GatwayOutbound出来的那个第一环 然后塞上那个ChaseID和那个SpinID之后 它会一路往下透传 所以说它这个是无需任何的修改的 对于Double协议 然后这是提到的那个Metric 比如说线流的频次对吧 然后什么时候配告警 或者说根据这个监控的数据 然后来进行那个弹性的自动的扩收容 对我们的那个资源负载 OK 这个是那个Double官方 它其实现在也在往这方面去靠吧 它想做一个统一化的这么一个就是 既有这种Eastio的这种治理方式 也让它自己用SDK的这种方式 然后去实现一个全局统一的这么一个治理方案吧 但是目前因为它还是在实现那个 所有的XDS的那个协议的那个过程中吧 然后我们这边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控制面 然后SDK和那个AirCam Mesh 然后同时去做那个服务的治理 好 谢谢大家